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是和大家看兩條日本新聞 十分耐人尋味 據日本媒體當地時間5月15日報道 今年3月發生案件 一位81歲的流浪漢 我們叫他渡邊先生 他是靠在路邊撿罐、瓶、維生 用微博賣廢物收入去養流浪貓 到了3月中 這位渡邊先生因為勸了幾位少年 在虐待貓 反而遭受到少年長期報復 最終被毆打致死 而重點是 當中有兩名十九歲的少年 是因為未達到日本法定的成年的年齡 所以日本的檢察廳判定不予起訴 哇 大家覺不覺得日本對未成年的犯罪 是否過份包容呢 竟然要二十歲才定義為成年呢 而中國其實都有類似這種 未成年的犯罪 是否有過份包容這種爭議 不同的是中國是針對十四歲以下的未成年 中國過了十四歲的未成年人士 故意傷害至他人死亡 都是要負刑事責任的 而且近年一些希望針對十四歲以下的未成年犯罪 過份包容 希望可以修改法例的聲音也都越來越大了 坦白說我個人都自己覺得 這一種對未成年犯罪過份包容的做法 是應該要去修改的 當然怎樣去平衡教育未成年人 和對受害者的公平對待 怎樣做好雙方的平衡 才是這條法律修改最困難的地方 你又有什麼看法呢 可以留在留言區留下你的意見 下一則刺激很多 居報到十二號 沖繩一間外幣找換店 發生遲刀搶劫案 被人搶了七百萬左右的日元 等於幾十萬左右 當地警方經過CCTV 確認嫌疑人是一名駐日美軍 以及一名軍人家屬 應該就是他家人 但是目前這兩個人是被美軍拘留的 報道所說 沖繩警方暫時不會向美軍提出 引渡兩個人的要求 是會調查清楚 他們是否有嫌疑 確定了兩個人的嫌疑 才會再以打劫等等的罪名 移交過來日本 大家都會奇怪 正常人去了日本犯法 坦白說應該日本抓了他 但是現在為什麼會被美軍處理呢 他們真的有規定 一個叫做日美地位協定 所規定 如果美軍和他的軍屬 在公務之外發生犯罪 而且先被美軍扣押 則在日方起訴之前 就應該將他們由美軍方面去管理 暫時所看就是 視乎日本那裏 調查清楚未 一,CCTV其實是看到的 二,在另一些報道也說到 他們根本在這些軍人的家屬 是賺回這些錢的 而且一部份已經被他洗走了 幾乎中癌 這個新聞的其中一個重點 除了說 這個美軍 起日本犯罪 結果是要交給 美國軍隊 這件事都算了 之前是講清楚 是要這樣做的 另一件事 我好奇的是 美國軍人 在我的心目中 其實一直都 雖然我不知道確實的數字 但應該的收入都算不錯 老實說 美國這個用錢辦事的國家 錢是大了的國家 他們很明顯就很重視軍人 不會告訴我 現在才知道 原來軍人的收入相當微薄 微薄到要去老粒 是不是 對日本來說 是何其悲哀的 坦白說 一個美軍過來說要保護我 他還要收保護費 還說現在要加多少倍 哇 禮手現在來老粒 哈哈 我真是救命 是不是 老粒都算了 我坦白說一句 人人心中都有價 是不是 人人心中 都有一個價 特朗普都有 不過他那個數字 就很恐怖 而已 是不是 我想不到一個美軍 加上一個家屬 去老粒 是粒幾十萬 你明不明白 那條數其實很小 作為老粒來說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有點荒謬 都沒有辦法 看到美軍 是不是出了些什麼 的臨臨種種事情 搞到這樣 連家人都一起去 做這些事情 好了 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了